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我们介绍洞叉的观念 洞叉这个观念 对于我们统计学上面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要导入这个洞叉的观念 洞叉的话,这个地方 K接洞叉 因为洞叉的话 这个K的话是一个变数 什么叫做洞叉呢? 洞叉是这样子说的 期望值 这个是X距离μ的K次方 叫做K接洞叉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两种 一种叫做中心洞叉 一种叫做圆点洞叉 什么叫做中心洞叉呢? 是说它是距离μ的K次方的期望值 那我们现在来先谈一下中心洞叉 中心洞叉我们看看这个定义 X减掉μ的K次方乘上它的几率分配 这个如果说K是2的话呢 我们应该非常的清楚 它是变异数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点洞叉 原点洞叉跟中心洞叉 我们这个地方为了要做分别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prime 加上了一个一撇 那么它的意思是距离0的K次方 这个比较好算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都用原点洞叉来算 那么中心洞叉是它的意义比较重要 那这个做法是 这个就直接就是X的K次方了 那么这个地方意义是差不多的 上下是差不多 底下是原点洞叉 这个地方是没有再减掉μ了 这边的话呢 是直接就X的K次方乘上 这个是连续型的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从一阶洞叉来说起 一阶洞叉跟各位同学说 它只有原点洞叉 它是没有所谓的要减μ 因为μ它本身来说 一阶洞叉 它是只能够减0 μ还没算出来 所以它本身来说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期望值 所以它就是μ 所以的话呢 这个μ1跟μ1' 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期望值 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下 一阶洞叉的意义代表的是期望值 下面我们谈到二阶洞叉 二阶洞叉就有两个了 一个是叫做中心洞叉 一个是原点洞叉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心洞叉的话呢 是距离μ的平方 乘上它的这个对应的几率 这个是x减掉μ的平方 乘上它的几率密度函数的积分 这个定义 这就是变异数的定义 各位同学看 上面这个是间断形的 底下这个是连续形的 它是与中心的距离的平方 就是所谓的分散的程度 就是所谓的变异数 下面我们就比较少用到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是在统计的一些研究上面 我们还是需要 这叫做三阶洞叉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什么是三阶洞叉呢 一样的 这个地方只要是k是三次方 这个地方就是μ三 它距离μ的三次方 所形成的期望值 这边的定义跟那边 完全都是类似的 只有差在这个次方改为三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会有正也有负 因为如果说x的话呢 是在μ的左边 那么将会变成负的 如果是x在μ的右边 比μ还大 那就是正的 这个是立方 那么这个立方的话呢 它有什么意义呢 它可以测量 我们所谓的偏态 那什么是偏态呢 等一下我再来仔细的解说 Skewness 偏态 它的定义是怎么做的 我们稍微用一个图来表示 各位同学就可以了解了 如果说一个几率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几率分配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们用连续型的来看 假设这个几率的密度函数 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右尾 也就是说比μ大的话呢 比μ大的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 有很大的这个叫做outlier 就是所谓的极端值在右边 那么我们称这个叫做右偏 那么这个右偏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它距离μ的三次方 这个地方将会变成很多的正号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检测 假设各位同学想想看 如果说它是一个 这是对称型的左右一样的话呢 那偏态就代表的是它会0 因为左右会对底消掉 如果说右边的正的地方比较大 或者左边的比较大 我们就代表的话呢 它是有偏的状况 那么我们也定义了一个叫做 偏态的系数 偏态系数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μ三 跟我们的sigma 就是sigma指的是标准差 标准差的三次方 这两个的比值 我们称为偏态系数 当然正负都有可能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四阶洞差 四阶洞差它的意义又不一样了 四阶洞差它是距离μ 它的四次方 距离的四次方 这个是很大的数字 那这个跟二次方 东通都是正的 可是它会比我们的二次方 就是变异数的定义 要来的更加的强烈 那么我们称这样的情况叫做 这个叫做风度 风度 那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它的意义是什么 风度的系数 这个地方的算法就是μ的 这个是我们的四阶洞差 再除以我们标准差的四次方 那要了解这个我们来画画图就知道了 风度 Cortosis 是怎么样说的呢 这个风是这样子 我们常见的这个 这个叫做 红色的我们称为高峡峰 非常的窄又高 这个呢 黑色的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正常的状况 那叫做常态的 它比常态要更加的陡峭的话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的风度的系数 常态的这个风度系数 μ4除以σ的四次方 这个我们可以证明出来 它是三 所以说 风度的系数如果比三还大 我们就称它是高峡峰 如果说是像这个绿的 这个就是低阔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计算 风度的系数 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资料的分布的状况 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提到了洞差的意义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洞差 期望值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一阶洞差 μ1 这个地方我都是用的是 间断型的方式来表达 当然如果说是连续型的 我们都用积分来表示 在变异数的情况之下 k等于2 它是变异数 这是变异数的定义 关于偏态的部分 3 k等于3的时候 这是偏态 有关于风度的部分 是k等于4 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个叫做洞差的观念之后 我们后面将会介绍洞差生成函数 跟或者是叫做洞差母函数 那那个函数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 就是对于几率分配的状况的话呢 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于几率分配的状况